我觉得林卓水每一次对高雄市政府的发言 对韩国瑜的发言 我觉得它像一颗酸梅一样 讲的一大堆都是酸梅的话 韩国瑜说林卓水就像一颗酸梅 讲一大堆酸梅的话 绿营酸言酸语不止林卓水 韩市长终于在脸书开炮 韩市长在脸书po文说 原本是暗指对酸民文化感到不满 但爱养生的韩市长也透露 自己真的很爱吃酸梅 中医师说吃酸梅的确对身体有好处 因为那个酸嘛 乌美进来以后胆子就会加快收缩 胆囊收缩分泌一些 所以它可以帮助消化 所以对一些食欲不振的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接受一切的批判 如果它是不点名暗示的话 我就不对号入座了 韩国瑜喉咙沙哑咳嗽一直没有痊愈 多次酸梅对喉咙也有帮助 他对那种敏感性的咳嗽 比如说很干燥喉咙很痒 但是他对那种咳嗽是那种干燥型的咳嗽 我们说的造咳 如果说是外感染的那种效果就比较差一点 终于是建议酸梅一天吃三到五颗 韩市长用良心酸梅提醒酸民 不管色的苦的酸言酸语对市政不会有帮助 但自理行间的巧妙隐喻 也意外让大家了解酸梅对身体的好处 记者陈轩白王一仲台北报道